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 因为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一个公立大学 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 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力 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 甚至是党的私产 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是纳税的道理 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 像以前文革那种枪毙了你,他也可以跟你要子弹费 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 但是这次证实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会发现他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 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 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 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 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 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 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巡抚的顺民 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屈服 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 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 但是你愿意屈服 你愿意顺从他 那也是好事啊 在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 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 有人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 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 改正的范围之类 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 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 你什么都好办